黃埔有什麼玩? 喝杯咖啡親近小動物和大自然 合不合你嗎? 這間咖啡店位於黃埔領頭村的半山之上 開業無奈 就以優美舒適的環境 和寵物友好的氛圍在網上爆紅 綠水青山是鄉村振興的密碼 設計者尊重原始生態 保護古樹綠化 整個園區依山而建 御樹讓路 令建築和山林巧妙地融為一體 大片樹蔭、涼爽的山風 清新的空氣都得以保留 大自然的愧陣 在鬧市之間更顯珍貴 那麼原始舒適的自然環境 怎麼可以沒有可愛的小動物呢? 寵物在這裡不僅可以自由自在地玩 還會得到細心的照顧、友好的對待 我們舉辦過狗狗模特大賽 還有狗狗婚禮 新郎挺活潑的 在這裡滿場地跑 我們還給互相婚禮進行取 所以氛圍比較熱鬧 這種包容有愛的氣氛 為嶺頭村帶來了極好口碑 和超高人氣 一到週末 廣州和周邊城市的養寵人士 就會帶自己的寵物來這裡聚會 園區本來貼心地設置了 一邊是寵物區、一邊是非寵物區 讓不喜歡寵物的人 都有自己的活動空間 但其實在實際經營過程中 非寵物區的使用程度是很低的 就算不養寵物的人 都願意在寵物區和寵物一起玩 這一系列細心周到的安排 只是鄉村文類發展的第一步 嶺頭村擁有幾十年種植紅茶的歷史 山上有廣州城區內海拔最高的茶園 出產的黃埔紅茶唇口濃郁 還有獨特的花蜜香 為了提升黃埔紅茶的知名度 扶持當地農業發展 園區設置了品茶區和體驗式小茶園 秋田是品名的最佳季節 遊客可以在這裡一邊喝茶 一邊欣賞南方秋日特有的綠意 等到春茶掌成 遊客還可以入園採集 近距離認識黃埔紅茶 這種沉浸式體驗新農村 新農人生活的玩法 有沒有令你心動呢 有什麼飲料 在這裡有一個空間 是車子裡的 才圓著 改了 而且 海邊在這裡 走